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什么放弃了这里呢 应该是有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 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实在是猜想不到 看来见于谷庙做伪装 打了道洞切进明殿的那位前辈 也和我们一样被一座空墓被骗了 但这里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说不定他已经迷路出去了 我们在前殿毫无收获 只好暗路返回 最后再去后殿和两厢的佩殿桥上一眼 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 就只能回到道洞 进入那迷宫一样的龙岭迷窟 找路离开 三人边走边说 都觉得这墓诡异的不同寻常 有太多不符合情理的地方 我对他们说 自古倒有一种之说 曹操和朱鸿武都用过 但是这座唐代古墓绝不是什么遗种 这里边 说话间已经走回了明殿 我话刚说的半截突然被胖子打断 大金牙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我抬头一看 只见明殿东南角 在蜡烛的灯影后边 出现了一个人 蜡烛的灯影 在明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 映着墙角处忽明忽暗 灯影的边缘出现了一张 巨大而又惨白的人脸 他的身体 则印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之中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 站在连接前殿与明殿的石门处 明殿面积甚广 我的狼眼手殿照不到那里 由于离得远 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辨 鬼气森森 我们刚进明殿之时 曾仔细彻底地看遍了明殿中的 每一个角落 当时明殿之中空无一物 只有四面的墙壁上 没上色的绘画 壁画中所绘都是些 体态丰满的宫女 绝对没有这张巨脸 双方对峙了半场 对方毫无动静 胖子压低声音对我说 老虎 我看对面那家伙不是善茬 这里不宜久留 咱撤好吧 我也低声对胖子的发疼下说 别轻虚妄动 先弄清楚他是人是鬼再说 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这明殿中没有关过 自然也不会有粽子 有可能对方是趁我们在前殿的时候 从道洞里钻下来的 这道洞不是谁都敢钻的 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摩金校尉 想到摩金校尉 我历史便想到那位修鱼古庙的前辈 难道他还没死 或者始终他找不到出路出去 昆斯在这附近 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他的亡灵 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都有金博玉冠阴护身 而且 仿若对方真是摩金校尉 跟我们也算是有几分的香火之情 说不定能指点我们出去 不管对方是人是鬼 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 就像这么一直僵持下去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想到这里 我便用套口对东南角的那个人 大声说道 黑者探龙抬宝盖 班山起秋有洞天 星罗忽然开 北斗巨南光 我这几句话说得极客气 大概意思是说 都是在摩金这口锅里混饭吃的 既然撞到一起了 必须先来后到 我们是后来的 不敢略人之美 行个方便 这就走路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行出状元 这三百六十行就是指世上的各种营生 人生在世 须有一技傍身 才能立足于社会 凭本事挣口饭吃 不用担心饿死冻死的街头 这三百六十行之外 还另外有外八行 属于另类 就是不在正经营生之列 不属于工农兵学商之属 这外八行 其中就有摩金道斗这一行 国有国法 行有行规 就连要饭花子 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辖 盗斗这种机密又神秘的行当 规矩更多 比如一个墓 拆开秋门之后 进去摩金 然后再出来 最多只准进去一次 出来一次 绝不允许一个摩金校尾 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 往返数次 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 不是自家后院 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讲究 不胜枚举 其中有一条 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 两路人看上了一道秋门 都想来搬山甲 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 后面来的也可以进去 但是有什么东西 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挑选 因为摩金校尾 戒归森严 不同于普通的盗墓贼 一座古墓 只取一两件东西便住手 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 都十分丰富 所以互相之间 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一座墓 仅取一两件东西 这规矩的由来 一是避免做的活太大 命力 容不下这种大庄的富贵 免得引火烧身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天下古墓再多也有绝丸的时候 做事不能做绝了 自己发了财 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 这就是专业摩金校尾 与盗墓贼最大的不同 盗墓贼们 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 大打出手 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 因为他们极少能找到大墓 也不懂其中的厉害 不小的名器便是祸头 拿多了必遭报应 三国使曹梦德 魏冲军奖 特赦发丘摩金之职 其中中郎将校尉等军衔 是曹操所赦 然而摩金与发丘的名号 以及班山谢岭 都是秦末汉初之时 便已存在于世间的四个道斗门派 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 形式诡秘 世人多不知晓 史书上也无记载 时至宋元之时 发丘班山谢岭三门 几乎失传 只剩下摩金一门 摩金一门中 并非是有师父传授便算弟子 他特有一套 专门的标识窃口技术 只要懂得行规术语 皆是同门 像这种从虚伪切进名店的道洞 便只有摩金校尉中的高手 才做得到 这些事 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 也有一部分 是在沙漠回来的路上 从Sherry Young口中得知的 所以 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 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 当然 这是在对方 还是活人的前提下 倘若是鬼魂幽灵 也多半不会翻脸 大不了我们 把他的尸体郑重的 安葬掩埋也就是了 我说完之后 便等对方回应 一般情况下 如果那人也是道斗的行家 我给足了对方面子 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 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摩金校尉的亡灵 应该也不会为难我们 然而等了半天 对方没有半点回应 蜡烛已经燃烧了一多半 在明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 仍然和先前一样漠然 好似泥雕石刻一般 闻思不动 我心想 别不是行里的人吧 听不懂我的蠢点 当下又用白话大声重说了一遍 结果对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这下我们可都有点发毛了 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 不知道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如果想从明殿中离开 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道洞入口 但是灯影后的人脸直勾勾地瞧着我们 不知道想要做什么 我们也是吃不准对方的意图 不敢贸然过去 我心念一转 该不会这位不是摸金校尉 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 那倒难办了 冲着明殿东南角喊道 喂 对面的那位 你究竟何方神圣啊 我们只是路过这里 现有个道洞 便钻进来参观参观 并无非分之想 胖子见对方仍然没有动静 也焦躁起来 喊道 我们这就要从哪来回哪去了 你再不说话 我们就当你默许了啊 到时候别后悔啊 大金牙在后边 敲声对我们说道 我说虎爷 胖爷 那边的 莫不是墙上笔画上的人物 咱们没瞧清楚 这蜡烛光线 隐隐戳戳戳的 我看 都真容易看花了眼呢 他这么一说 我们俩心里更没底了 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地 产生了回忆 他娘的 要果真如此 那我们这面子可再大了 这几分钟差点让我们自己 把自己给吓死 可是确实不像是画 这明殿 包括整个古墓 都写得厉害 我们刚进明殿 确实是什么都没发现 但是进那稻洞之时 半路上 不是也没巨石吗 也难保这明殿中 不会凭空里 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 到底是人 是鬼 是妖 还是如大金牙猜测的 就是墓壁上的绘画 眼看着地上的蜡烛 就要燃到头了 这时 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 我暗中拔了散兵刀在手 这种刀 是俄罗斯留进中国的 专门用来切割绳索 比如空降兵跳伞后 降落伞挂在树上 人全在半空 就可以用这种特质的刀子 割断伞绳 这刀 很短小惊悍 刀饼长 刀刃短 非常锋利 戴在身上十分方便 这次来陕西 没敢带匕首 所以我们随身 戴着几柄短小的伞兵刀防身 我另一只手 握着金服 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 一起过去看看 对方究竟是什么 胖子也拔出弓兵铲 把两只大白鹅 交给大金牙牵着 三人呈倒三角队形 我和胖子在前 大金牙牵着鹅 举着手电在后 一步步 缓缓向东南角的蜡烛走去 没走一步 我握着散兵刀的手中 便多出一些冷汗 这时候 我也说不出是害怕 还是紧张 我甚至期望 对方是只粽子 跳出来 跟我们痛痛快快的 打黑场 这么不言不语 鬼气森森的 立在黑暗角落中 比长了毛 会铺人的宗子 还他娘的甚人 就在对面那个人 即将进入我们狼眼手店的照明范围之时 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 铺的冒了一履青烟 灭 随着蜡烛的机命 灯影后的那张人脸 立刻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蜡烛一灭 出于本能 我的身上也感到一阵寒意 不过 随即提醒自己 这是正常物理现象 蜡烛烧到头了 没什么可怕的 要是烧到头了 还亮着 那才是真有鬼的 这事 只听身后 咕咚一声 我和胖子以为后边有情况 急忙拉开架势 回头看去 却见大金牙 望着熄灭的蜡烛 摊坐在地上 吓得 面无人色 这都要怪平时 胖子跟着吹牛的时候 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 描绘得如同噩梦一般 大金牙 平坐里 只是个奸商 没经历过什么考验 此时 在这鬼气森森的地空之中 猛然见到蜡烛熄灭 他如何不怕 只下了 斗成夜 我把手中的散兵刀 插在腰间 伸手把大金牙拉了起来 安眉道 您怎么了 金牙 没事 这不是有我和胖子在吗 有我们俩人在 守不了您一根汗毛 别害怕 大金牙 见前面除了蜡烛烧到尽头 而熄灭之外 再没有什么异常动静 虚了口气 惭愧 惭愧啊 我 我倒不是 我不是害怕 我一想起 我那一家老小 还全指望我一个人养活 我就有点 有点那个 我冲大金牙 摆了摆手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了一只蜡烛 三人向前走了几步 这回 东南角那个人 已经进入了我们 狼眼守殿的照明范围 隔着蜡烛 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 根本不是什么人 倒确实是有一张脸 也是人脸 出人意料的 是石头刻成的造像 石脸 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果上 这石果极大 我敢发誓 我们从道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 明殿之中空空荡荡 绝对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果 它和封住道洞的石墙一样 好像都是从空气中突然冒出来 我和胖子 以及后边的大金牙 见明殿中忽然多出一个巨型石果 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 又往前走了几步 靠近石果查看 这石果 约有三点五米长 一点七米高 通体是用大石制成 除去石果的底部之外 其余四周和果盖 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 整个石果都是灰色 十分凝确 这人脸似乎是在石果上的装饰 刻的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 只是耳朵稍大 双眼平视 面上没有任何表情 虽然只是一张石头刻的人面 却说不出的鬼蛋 而又冷眼 初始 我们在明殿与前殿的通道口 远远的隔着蜡烛 看见这张石脸 烛光恍惚 并未看出来 那是张石头刻的人脸 也没见到黑暗中的这具大石果 此刻瞧得清楚 反而觉得这石果上的人面 远比什么幽灵僵尸之类的要可怕 因为对那些事物 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冒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胖子对我说 老胡啊 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啊 啊 我看这工艺好像有年头了 莫非成精了不成 啊 否则怎么能突然出现在地上 要说咱们记错了壁画上的图案 倒还有可能 但是这么个大石头 咱们刚进来把这明殿瞧得多仔细啊 可愣是没看见 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胖子 别乱讲 这好像是具成练棺木的石果 这座古墓实在是处处透着古柜 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钻出来的 我又问身边的大金雅 金雅 您见多识广 可否瞧得出这石果的名呢 一直躲在我和胖子身后的大金雅 说道 狐爷 我看这石果呀 像是商周时期的 说着用狼眼照到石果的底部处 你们瞧 这上面还有西周时期的云雷纹呢 我敢拿脑袋担保 常怠绝没有这种东西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呢 请不吝点赞续点赞续点赞续